城门隧道实施不停车缴费 已通行后第一个工作日 早上交通长迅 在早上繁忙时间 不少车使用城隧、来往船湾和沙田 有旅游巴司机似乎未习惯不停车收费系统 是经过旧有收费停的时效慢行 亦有私家车在近收费广场办事处 司机查询如何收费 已通行实施后 收费侦测器笼盘架设在收费停附近 收费广场来回方向 每边各有三条通道给一般车使用 最左边是被巴士通过 而来近星期日早上五点 狮子山隧道亦会实施易通行